高级生存不能驯服野人 原来是真的 那看来这第五个兽旁只能拆掉了 哎 好可惜啊 先别拆啊 可以放你的做棋啊 嗯 这主意也行 正好我的小海豹可以产宝宝啦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的做棋还从来没有生过宝宝呢 头一次 点开这个水线界面 点一下蛋 哎 这个蛋就直接放在地上啦 我还以为会到我的手里呢 游戏时间四天后才能孵化出做棋宝宝 需要这么久啊 那这四天也不能闲着 干点别的事情吧 农田里的作物都已经成熟了 甘蔗也长得老高了 是时候该收获了 看着这么多的粮食留下来 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 甘蔗就不种在这里了 我给它们找了一个新的地方 把收获的小麦种子胡萝卜再种进去 现在胡萝卜已经有22个了 之前的这一块地就用来种南瓜和西瓜吧 左边种南瓜 右边种西瓜 中间种水稻 没错 我新选的甘蔗地就是我的房子后面 后面不是正好有一片大海吗 然后在海面上搭两排土块 把甘蔗种在上面 阿里一看了都说好 也想过来弄一片甘蔗地 还有还有每次收获农作物不能总是跑这么远呀 用电线把开关连到前面来 中间不要忘记放增幅器 OK没有问题 以后不用跑大老远就能收获作物了 不要忘记把水填充好 我感觉都做了这么多事情了 这个蛋竟然还没到时间 再把鹿铺一下吧 行吧 反正现在显着也没事干 正好最近解锁了这个细沙板砖 还蛮好看的 我们鹿都铺完了 这个蛋它还没有孵化 阿里都已经等不及了 跑到蛋的上面 说要用身体孵化 这个小海豹出来不会叫你妈妈吧 鉴定一个精准采集豆腐纹 镶嵌到蓝钻铲上 来这边的雨林挖一点草方块 房子周围都是沙子 阿里说黄黄的不好看 想要搞成绿地没有问题 放一点草块等着它扩散就好了 哎 草地都扩散完了 它这个做棋怎么还没有出来呀 出来了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哇 这个小海豹也太可爱了 来 我把海豹妈妈也召唤出来 让它们站到一起 海豹妈妈和海豹宝宝 我觉得还是宝宝长得更可爱 最后一个兽鹏就留给你了 以后出海 阿里也有做棋用了 五个兽鹏终于都填满了